黄勋塞总理今天起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展开两天的介绍性访问 总理公署表示黄总理将同印尼总统普拉伯沃会面 两人将就深化双边关系举行会谈 本台特派雅加达记者聂果为报道 总理公署发表文告说黄勋塞总理也将同印尼副总统吉布兰 和人民协商会议议长阿莫·穆扎尼等举行会议 总理公署指出这次的访问重申了我国加强与印尼长久友谊的承诺 也让两国领导人有机会交换意见深化双边关系 陪同总理访问印尼的包括国防部长黄勇洪医生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 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 以及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拉哈尤马赞 总理出国期间副总理严金勇将代任总理 印尼总统普拉伯沃上个月正式宣示就任总统 黄勇洪总理也出席了就职典礼 新议两国长期以来享有稳固和密切的关系 这次会晤将进一步强化两国的友好关系 新闯媒新闻记者聂国威雅加达报道 新闻记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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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闻记者